为了打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卫生局希望推动无烟无槟榔的社区 也获得林亚区一城里移动大楼住户的认同 除了将大楼中庭列为示范区 楼管会还提供综艺教室 来作为长辈休闲活动的空间 让社区是充满浓浓的幸福感 如果社区能够全面进烟进槟榔 对住户来说一定是一大福音 而为在林亚区一城里内的亚太花园大楼 配合卫生局率先示范将社区中庭 列为无烟冰社区 让民众不必再担心有烟害的困扰 让社区的价值提高许多 就是透过大家的配合 我们在亚太花园设立林亚区 第一个无烟冰的社区 就是没有烟没有槟榔的一个社区 那我们也很荣幸能够起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这个社区 能够朝向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社区 让我们这个社区能够提高它的价值 包括这个人文的价值 包括我们这个房屋的价值 另外配合一城里的健康体能班 大楼管理会大方提供了大楼内的综艺教室 让专备有个舒适宽敞的地方能够使用 为社区营造做了最好的示范 这个社区里面是一个无烟冰的一个社区 很健康的社区 然后来举办一个这个活跃老化的课程 让我们这个219户的住户 能够在这边 看他们都越来越年轻 在这边 他这个把我们的社区整个都活跃起来了 里长也期盼其他大楼也能够一同加入社区营造的行列 不管是无烟无宾或是健康课程 都能够让社区更加和乐和谐 也能够刺激附近的房价 港东新闻王室洪静怡采访报道